让现打西瓜汁交给客人 周日一早来到高美湿地人潮不多 市府为了改善交通 7月18到10月11期间假日 下午2点到晚上8点 禁止汽机车进入 游客只能搭市府提供的接驳车 每到假日市府就会把免费接驳车停载 木站到外头让部分的摊商埋怨生意难做 木站到走出来整排每提街全是商家 但交通管制确实影响了商机 就是从头那就固定 下车 上车 坐车 中间这全部都没有人 探商抱怨距离木站到出入口较远 根本没人走过来 生意掉了五成以上 近20家业者受到影响 停车场老板更是苦不堪言 用那个接驳车 三顺路跟高美路都塞爆了 属于美梯街 空档档 今天算最多了 整个台算最多了 生意差很多 这边等于完全一辆车都没有路的 游客锐见甚至有停车场 干脆关门不做生意 痛批政府实施浇灌 导致客人不方便开车前来 生意一落千丈 他要进来 不让人家进来 要人家走进来 我还跑去拿钱推给他 跟他说对不起 这样子政府真的不知人民所苦了 老板抱怨明明暑假忘记 却没客人上门 交通局回应将研议兼顾生态保育 和地方发展的解决方法 毕竟知名观光景点 店家期盼有配套措施改善困境 记者联员兵王百英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导